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在西方或先進國家 腦退化很多時起碼都是第四號殺手 之前有心臟病 也有中風、有癌症 第四很多時就是腦退化 你有沒有想過為什麼腦退化會引起死亡呢? 一般人印象中腦退化就是老人家年紀大了 記憶力不好了,照顧自己的能力又差了 就是這樣 當然都是很不好的事情 但是怎麼會死人呢? 其實真的會的 大家最簡單理解到 其實腦退化就是腦部的細胞隨著年紀增長 很多的腦神經細胞就死了 要知道就控制這個記憶 只不過是腦神經的其中一個工作 其實腦部可以控制我們身體 很多維持我們生命必不可少的功能 如果你有親人或者家人曾經患有腦退化 你照顧過他、接觸過他 你就知道過程 那種痛苦 對於病者和照顧者來說 那些痛苦真是絲心裂肺 難以形容 對於患者來說 他看著自己 慢慢失去了照顧自己的功能 而令到家人擔心成為家人的負擔 對於家人來說 看著一個心愛的人 經歷這些痛苦 而愛莫能助 這個過程真是不足外人道 希望透過今天的影片 希望大家認識多些 了解多些 可以多一些的諒解 同時從病人和家人的角度去思考 用最簡單的方法來說 就是腦退化不僅僅影響記憶力 記憶力我們叫做Higher Function 就是腦部有一個比較複雜 比較複雜的功能 它下面又控制了很多 一些沒有那麼複雜的功能 比如我們吞東西的能力 吞東西就要吞東西的食道 口腔、肌肉不斷配合 才可以吞到東西下去 也包括一些控制大小便 這些功能 最終都是由我們的腦部 神經細胞去控制 很多時候腦退化的人 到了最後階段 死亡的原因 一般最常見就是肺炎 還有有些時候 尿道發炎 也是很普遍的 其他就是其他地方的細菌感染 你會問 那腦退化怎麼引起肺炎 它又不是新冠病毒 其實原理是不複雜的 因為到腦退化後期 吞咽的功能也有些問題 當一個人吞東西吞不下去的時候 那時候便逐到 逐到的時候 他又控制不到 便逐上來 那些食物 那些食物殘渣 便會吸收到氣管 那裡 那大家如果有些見教知識 都知道 吃到和氣管是很接近的 那當你逐上來的時候 可能一吸氣的時候 便將食物殘渣 裡面可能有細菌 吸收到氣管 那裡 弄不出來 那氣管裡面 如果有了這些食物殘渣 又有細菌的話 那慢慢就會染化成肺炎 那肺炎呢 就是在老人家裡面 那個致死率可以相當之高 那這個尿道發炎的原因是什麼呢 那尿道發炎呢 主要就是老人家 如果控制大小便 到這個腦退化的後期 控制大小便那裡 已經很困難的了 那變成了 即是失禁 又用片都好 可能久了就沒有換 那些細菌很容易 就在這個尿道那裡 開始感染 那如果尿道一感染的話 如果你說年輕力臟 或者有些年輕女性 那尿道發炎就少事了 直覺抗生素就沒事了 但是這件事 在年輕力臟的人身上沒有問題 主要就是因為我們身體的免疫系統 運作正常去幫助我們 去對付細菌 那意思就是老人家身上 那些尿道發炎的細菌 很容易經過尿道 然後就走進我們的血液那裡 演化成敗血症 簡單說就是那些細菌 全身周圍走 令到我們各個器官 就逐個逐個這樣 shut down 逐個逐個衰竭 這樣來致命 一般大家覺得 這些腦退化應該都不是說 很高致死率的東西 原理就是說 因為很多時候 這些腦退化的老人家 最終真的要入院的時候 有尿道發炎 有肺炎 如果真的不幸死亡的話 那些死亡的證明 很多時候是寫了肺炎 或者寫了尿道發炎 其實追根究底 原理都是因為腦退化引起這些問題 近年大家對腦退化的認識 當然也是多了一些 這件始終都是好事 不過呢 很不幸我們對於治療 腦退化的藥物 各種方法都不是說 真的很理想 當然我們有些新的藥物 我們可以 如果早些發覺有腦退化的時候 可以把退化過程 希望可以減慢一點點 但是其實那個病 始終都是隨著年紀增長 都會越來越差 但是要這些藥物有用 很重要一點 就是要早些發覺有這個問題才行 因為老人家 有時候覺得記憶力差些 照顧能力差些 有些人都會覺得 都是年紀大的問題 不過呢 如果真的腦退化的話 早些知道早些吃藥 保留到那個腦部細胞的時間 就會長一些 那就不會那麼快變得那麼差 所以大家如果裡面有老人家 最好偶爾帶他去醫生 檢查一下 做一些問卷 看看有沒有那些早期的病徵 如果有的話 盡早去治療 始終都是好事來的 好 今天多謝大家收看 記得留言、點讚、訂閱 下次再見 拜拜 請多晚上 走開 按下 false 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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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